近年来各大车厂是抢先研发无人车的技术 但没有配套的法规措施 引发安全疑虑 联邦交通部昨天正式发布第一套安全法规 让无人驾驶车辆制造商有规则可循 这项安全法规正式推出 代表政府积极让无人车技术的产业发展成型 国家经济委员会表示 无人驾驶车辆是未来的趋势 节省时间金钱还会降低车祸几率 由于近年来分新驾驶人数不断上升 造成车祸意外大增 未来搭乘无人驾驶车辆的人 只要放心坐在车上处理事情 无需分新驾驶 但科技显然还没有成熟 近日来分别传出自动驾驶死亡的车祸 也因此这份新的法规制定无人驾驶车辆的安全标准 制造标准并欢迎新的法规建议 专家表示 一旦无人驾驶车辆普及 普通汽车的销售量将会下滑40% 一旦无人驾驶车辆的 一旦无人驾驶车辆的